一群一群培养的菌种 就像色彩缤纷的细菌世界 慈济大学生科系老师陈俊瑶 专门进行研究 从人体上环境中采集 就要告诉大家细菌不可怕 我想看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 多少动物多少植物 如果没有细菌分解它们 那它们就会一直堆在那边 那我们就会生活在尸体堆里头 所以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 让我们知道 如果没有细菌 没有这些微生物存在的话 我们的世界会变很可怕 陈俊瑶把尖色难懂的专有名词 转变成浅显易懂的小故事 新书细菌好朋友 收录了38种细菌 可爱的插图 具体化肉眼看不到的细菌 让科学更平易近人 开阔孩子的视野 能够找到的给小孩子看的 有科学故事的这样的书很少 我其实尽量是让 用一个他生活上能够想象的东西 来替代我们在专业上用的名字 或者是概念 最希望他们看完以后会发现 原来有好多种细菌好好玩 细菌在食物空气水中无处不在 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在每个环节撑起环境的运转 希望书中介绍 让大家对细菌改观 认识这些可爱又迷人的维米世界 大爱新闻 幸运转 邓明依 花莲报道 此大附中